中国男足比赛没有直播,却能演失败尴尬结局 533天难求一胜,中国足坛反腐风暴依然继续 北京时间3月26日,中国男足与新西兰队进行本月的第二场热认赛 由于是国际A级赛事,过正球队会赚取积分 对提升世界排名会有很大帮助,所以两支球队均非常重视 结果全场比赛战霸,中国男足以1比2落败 而在3天之前,两支球队进行的首场热认赛中 当时战成0比0平局,而从两支球队首场热认赛来看 中国男足并不是没有机会 在第62分钟的时候,吴磊制造了新西兰队后卫队员染红下场 中国男足在将近30分钟11打10的情况下 依然没有取得胜利,确实比较遗憾 至此让不少球迷对两支球队的第二场热认赛有了更多的期待 而在首场热认赛结束之后 中国男足新任主球链塞尔维亚人杨克维奇 对对平局的结果并不满意 并且表示会认真准备下一场比赛 毫无疑问,杨克维奇就是想要在下一场比赛中取得胜利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第二场比赛的结果很恨恨地打了杨克维奇的脸 纵观全场比赛,中国男足完全被对手压制 控球率对手为60%,射门次数对手为184 是中国男足的二倍,最终难演失败结局 要说中国男足也不是没有亮点 上半场第32分钟,门将严俊玲 扑出了对手的一粒点球 然而近几十分钟过后 中国队后卫朱晨杰就用一记投球 顶出了极其叼断的角度 然而却攻入了自家球门 严俊玲无可奈何的目送皮球钻入网窝 而在比赛第81分钟 新西兰队扩大了比分优势 26比0取得领先 好在商庭捕食阶段 中国男足由巴顿投球破门 为中国队挽回了一丝颜面 不过最终还是以1比2输得了比赛 值得一觉得是 上一次中国男足取得比赛的胜利 还是在上一届世界杯12强赛第三轮 3比2战争越南的比赛 之后中国男足在12强赛最后7轮 一场未胜,黯然出局 加上最近三天与新西兰队的一平一负 中国男足已经在国际A级赛事中 九场不胜了 时间跨度为533天 对于当下的中国男足来说 混帅依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目前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为第80位 亚洲排名第11位 当下对于中国男足来说 最需要就是在3月和6月的国际A级赛事中 尽量多的赚取积分来提高世界排名 以此在2026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36强的抽签中位列第一档球队 因为只有排名亚洲前9名的球队才能进入第一档 从而避开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伊朗、沙特等强队 如今中国男足在与新西兰队的两场日赛赛中 取得一平一副之后 世界排名将会进一步下滑 想要升至亚洲前9名只能是奢望了 如此一来 在2026年世界杯亚洲区36强赛中 中国男足将无法避开亚洲前9名的第一档球队 这里面就别说日韩一奥杀了 对战卡塔尔、伊拉克、阿联酋、阿曼、乌兹别克斯坦 这些球队都不能说一定可以获胜 所以中国男足想要从世欲赛36强比赛中突围 都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男足与新西兰的两场日赛赛竟然没有转播报道 难道是想通过不转播比赛来演示中国男足输球的尴尬吗 要说目前中国足球的反腐风暴依旧在持续之中 中国男足的长绩短时间之内得不到改善 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当下队员的实力摆在那里 即使再多的大鱼落网了 在短时间内也提升不了队员的能力 只能说中国男足任重而道远